最后我们看一下因为这个类子 然后包括这烟雾用于这个特效制作 而不是用在U1 所以我们需要通过Houdini的渲染器Mentra来进行导出和渲染导出 所以稍微来讲一下 刚之前也讲到过第一个案例里面 加一个灯光 把灯光拖到稍微上面一点点 好可以看到这个时候已经有灯光的效果了 加入灯光 另外还需要加入一个camera 加入一个摄像机 调摄像机的方式也是需要换成camera1这个地方 加上一个锁的键 这个时候就可以通过空格键 加上平常常用的旋转拖动等的方式 好我们把它放在这个位置 放在这个位置 好确定好了以后把这个锁给解锁 这个时候呢就可以来进行 我们来看一下大概可能会是什么样的效果 好因为我们要给它加材质UV等等 只是加了这个特效啊 你可以呢把材质和UV都加上 来通过这个random view 来查看这一针渲染出来的效果 可能会是什么样子呢 后面一点啊 好得到的这个效果之后呢 你就可以在out里面 它会自动往里创建一个输出的节点 用这一个呢 叫valid frame range 换成第一针到240针 然后rand to employee 或者是rand to disk 就可以来进行导出了 好这一部分你可以尝试一下啊 因为我们课程呢 主要是面对这个U1的这个建模与特效 所以呢 我们不会太使用太多的这个材质方面 然后包括渲染部分的内容 我们可以做好 啊 谢谢观看